各位男生的鄉親,大家好,我是陳美娟 歡迎收看今天的三位十字好的南東新聞 中間新春是不是可以再來中間以前的香港状況 這就是白照官民等久以來很關心的記者 今天官務會議當中,官長臨民陣就特別要求財政處和建設處 可以來幾位向中間建築中間新春文化經關區域的改變 未來是不是有可能會當中間的流出社 各位做青年主題,讓中間新春豐富的流出社 再來中心外化 曾經香港一時的中間新春 也當中了自賓的發展 後備就民眾都相當期待 可以開學那時尊的歡迎 但是外化中間的相關靠河 已經看到將近一十年時間 所受到國有土地的犯罪 不可能有免許的進展 因此管長臨民陣 希望向中央尊處在中興新春 施工慶寬的管優地 作為青年主題的長幾位 來跟中央協調 是不是能夠把這個限流地 規範給我們縣政府自己來管理 那麼如果可以規範給我們縣政府來管理的話 我們就可以著手來規劃 對我們四公頃的面積 這一個中性新增 符合的一個計畫案 然後我們把這個規劃案 規劃完成之後再來提出 這個景觀文化的保存解除 尤其中興新春補分老古主題 一旦說無法度夠使用 所以因為比例為文化境關窟 無法徵收 那才是作為新的用途 經過各財政處、文化局、建設處 等相關局處討論之後 是希望建設改築文化境關窟的扣植 並願透過各貨使用的相關計位 尤其現在中興新春 能夠保留的 整管文化保存區的部分 該保留就該保留 不該保留 該解除就要解除 但是你要解除的話 一定要細部的規劃來審查 這些委員才會同意 所以我們會研究 我們縣政府所有的市工庭的部分 我們先來做規劃 做解除的動作 如果是有新的建築行為 我們就一定要有 配合整個中興圈的一些 歷史、文化 我們再來做一個比較好的設計 官長李明真表示 他會積極向上官單位來進出 中興新春關於第一的利用 可以保留的文化主散 就要保留 必須中興建設的部分 也會拿出好的計位來做 希望讓中興新春再現方法 記者信息 蔡佛道